宋记彤又被罚贵了 便是那一句男儿膝下有黄金也被宋大娘的杀猪刀吓得生生噎在喉咙处 岂因是她不愿承认我俩之间的婚事 宋记彤年幼体弱 好几次生定熬不过去了 还是宋大娘听人说买个铜氧席回来 能让她身体好转 于是刚穿到这个世界没几日的我 便被宋家用五两银子买了回去 之后宋记彤的身子果真好转了不少 宋大娘一直觉着是我的缘故 故而无论之后宋记彤怎么反抗 她都强行要宋记彤娶了我 可宋记彤不喜欢我 至少她是这么说的 我瞧着大中午跪在院子里的宋记彤 默默地从屋内端来一碗水 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同阿娘答应娶你 我要娶的女子自当是温柔小意 知书达理的 而不是你这般 不是我这般整日只会弄些投机取巧的小玩意 眼里只有钱财的粗鄙女子 我叹了口气 接上了宋记彤的话 宋记彤这话都说了好几年 我如今都能倒背如流了 她掖了掖 微微上扬的眼尾分明是犯了红意 被我气的 宋记彤是生得好看的 就算是我这个二十一世纪见惯了各类帅哥的人 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容貌是极为出色的 可宋记彤却不喜欢我这个同养习 久而久之 我倒也歇了心思 想着等还了宋家的恩情 送宋记彤上了京都当了状元 便去过自己的潇洒日子 当年若不是宋大娘用五两银子买回了我 我怕早是死在那年冬天 谁能想到我只是睡了一觉 便穿越到先前看过的一本南平科举文里 成为不受男主待见的童养席呢 瞧着面前跪在大太阳下 汗水湿润了病发 却不显一丝狼狈之态的宋记彤 我微微叹了口气 宋记彤冷哼一声 他微微别过头 但余光却落在我手里这碗茶水上 你端来了我也不喝 声音还带着一丝赌气 谁说这是要给你喝的 我语气压抑 手里端着的碗 端端正正地放到了宋记彤的头顶 笑咪咪道 娘说要你顶着 你跪多久便顶多久 若是撒了那便多加半个时辰 你 这下 宋记彤是真的被气到眼眶都红了 其实方才那些话宋记彤说过很多遍 小时候的宋记彤是个粉雕玉琢的娃娃 又极有可能是我未来夫婿 我倒也是让着歇的 只后来听多了这话 晓得宋记彤心思定不会在我身上后 我便当他是个不懂事的弟弟看 空楚 我蹲了下来 脱腮看着他 你当真那么不愿娶我 我虽是随口一问 但语气里却带着几分自己都没察觉到的认真 毕竟平心而论 作为未来的状元郎 宋记彤生得好看 前途不可估量 是鼎鼎好的夫婿人选 可惜了 看着宋记彤 我目光带上了一丝惋惜 我 我当然是不愿的 宋记彤眼神突然闪躲了起来 他耿着脖子红着脸 你 你就别想了 我只当 当你是阿子 也不知为何 这小子的声音越来越低 白皙的耳垂也红得烫人 我晓得了 我只当他是被太阳晒的 也未曾多想便点了点头 撑着膝盖站了起来 既然这样 那我去和娘说一声 你好好念书 莫要为这些烦恼 还要特地赶回家一趟 宋大娘是把我当亲女儿疼的 先前也曾拉着我手说宋记彤是个没长眼的 看不出我的好 我只是笑笑 却未曾在宋大娘面前提过一次不愿同宋记彤成婚的事情 说到底 我心里还是存着一丝侥幸的 不过如今不一样了 秋为将至 以宋记彤的本事定是不成问题的 她会连中小三元 往后才是更为浩荡的青云之路 她看不上我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毕竟我容貌只能算得上清秀 除了在赚钱上有些小头脑外 倒真不符合宋记彤对心仪女子的标准 更何况 等宋记彤高中状元后 自有家人配她 琴瑟和鸣 我原是想着凭着这些年的相处 也能让宋记彤知晓我心意 可这人看不上我 那我也就收了心思 但我也有些私心 宋记彤这人心善 又是个祭恩的 我这些年没少为宋家出力 日后待宋记彤停步清云 我往后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 自从知晓我回不去 而宋记彤也无意娶我后 我便是安安心心地想着之后的出路 什么? 宋记彤一副没反应过来的模样 愣愣地看着我站了起来 你要和我娘说什么? 你不是心仪山长家那位千金 还把自己的贴身玉佩给了她 我想着一路上听来的八卦 犹豫了下 还是柔声安慰着宋记彤 你莫要担忧身份问题 我们空楚是有大本事的人 必定连中三元 至于娘那边 想着宋大娘这些年努力撮合我和宋记彤的积极模样 我也有些发愁地抓了抓头发 我瞧了一眼宋记彤如今回来一趟还要受罚的模样 想着她如今这样 还是因着先前我那扎户一喊 提醒了娘 忍不住轻咳嗽一声 你也无需担心 到时我和娘说一声 我瞧上村东那小秀才 实在不济 隔壁留大哥也行 娘心善 定是做不出强拆鸳鸯的事情 我这话也只是个借口 好让宋记彤安心 事实上 村东那小秀才长什么模样 我都没记住 谁 谁心宜山长家 宋记彤被我前一句话给说得云里雾里 下意识地反驳 然而 她很快就住了嘴 睁大了眼睛 蹭地站了起来 头上顶着的瓷碗掉落 发出一道清脆的响声 我被这大动静吓了一跳 还未来得及出声 手腕就被宋记彤扣住 她力气大的惊人 捏得我都有些疼 你还打算嫁给村东那个手无腹肌之力 一看就没什么大出息的软弱秀才 我一震 我何时说过要嫁给村东那个小秀才了 不知为何 我觉着宋记彤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咬牙切齿 然而还未等我反应过来宋记彤为何这般异样 宋大娘的大嗓门就已经响了起来 宋记彤 你居然敢把老娘的碗摔碎 再给我跪一个时辰 不许吃饭 宋记彤果真是听了话没吃饭 便气得匆匆回书院去了 往日倒没见她这么听话 让她不吃便不吃 那我让她娶了苗儿你 她怎地就不听呢 宋大娘也被宋记彤气得不行 拉着我的手就是好一顿埋怨 我安慰着宋大娘 终于把老人家又逗得眉开眼笑 那小子不愿娶你是她的损失 想到宋记彤先前的言之凿凿 宋大娘又忍不住气地咬牙 她拍了拍我的手 反过来安慰着我 苗儿你莫担忧 娘只认你这儿媳 我看着宋大娘 欲言又止 心想着这宋记彤回来莫非还未把玉佩的事情讲明白 只是宋记彤未说 我也不好擅作主张讲出来 于是我陪着宋大娘唠了几句 便收拾着东西准备去县城 继续找铺子瞧瞧 六年前 宋记彤的阿爹身染恶极 不久便撒手人寰 宋家一下就少了顶梁柱 宋记彤是要专心读书的 宋大娘自然不会让她回来帮忙 于是家里的活都落在我和宋大娘的身上 刚开始日子还颇为艰难 后来我便想着法子做一些吃食卖了出去 这才逐渐好了起来 这些年 我手上也攒了些银子 便寻思着去县城找个铺子安定下来 宋大娘知晓我的心思 临走前给了我一个略有些重量的小布囊 他说 这次空储回来 给了我一些银子 你且拿着 县城的铺子都贵 不过 娘晓得你向来是个有主意的 自己想好便行 我愣了下 到了声谢也没推辞 左右这铺子挣来的钱 大多是要供着宋记彤念书去京都的 我朝着村口走去 早上 我便和村里的王大爷说好 请他下午去县城的时候 载我一程 苗儿 还未走几步路 我便遇到了隔壁刘涂夫家的儿子刘成 刘大哥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你这是要出去 是啊 刘成憨憨地摸了摸后脑勺 去县城办点事 咦 我们倒是同路了 我笑着应了句 两人同行 一路上倒是有说有笑的 只是这流程实在容易惹出汗 我便索性借了帕子给他擦一擦 只是在走到村口的时候 我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 隐约含着一丝怒意 姜苗儿 我有些诧异地转过身 却发现原本应该去了书院的宋记彤 从另一个方向朝着我赶了过来 大概是小跑着过来 又被太阳晒着了 宋记彤那张白皙的俊脸上染着红衣 他快步走到我身边 不动声色地插在我和刘成中间 微微喘着气 你不是去书院了 我瞧着宋记彤额头上一层细密的汗 衣上也有些凌乱 有些疑惑地往他身后看了看 怎么从那个方向过来 那方向也不是宋家呀 路上丢了东西 我便去找找宋记彤开口说着 只眼神在扫到刘成手中捏着的帕子时 脸色陡然一变 我却未曾注意到宋记彤的异样 丢了东西 我想着宋记彤赶来的方向 突然恍然大悟 沿着那路过去 不就是村东宋柔儿家? 宋记彤幼时便更喜欢同宋柔儿玩 可她不是才把玉佩给了那位苏小姐 我看了一眼宋记彤俊美的脸 想着做不了夫妻 但好歹是自家弟弟 便隐晦地提了一句 空楚 嗯 前些日子 我与娘讲了陈氏美的故事 娘气得直接扇了好几头猪 倒也不知宋记彤听进去了没 她随意地点了下头 这态度看得我更忧心忡忡 原文里宋记彤是当了状元后遇到了真爱 可我来了之后 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也不知晓 苗 苗儿 宋记彤突然开口叫了我一声 还未等我硬 耳垂便鲜红地烫人了 我一看宋记彤这副唏嘘的模样 心觉要坏 宋记彤这人脾气降 自从知晓了同养习是什么意思后 在外不是叫我阿子便是连名戴姓叫我姜苗儿 如此亲意叫我 肯定是做了坏事了 果不其然 宋记彤望向我时眼神闪躲 耳垂上的那抹红衣更是顺着脸颊而上 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微微俯下身靠近了些 眼睛一错不错地盯着我 我 我 你若是做了坏事 跟我卖萌也没用 因着同我一块长大 宋记彤倒也是能理解我时不时冒出的一点新奇词汇 她不悦地皱起眉 又往我面前凑了凑 别别扭扭地开了口 我见着你了 一路上小跑过来的 我想着 先前宋记彤跑了这一小段路 还要喘气的模样 心道莫非这人在书院真的学坏了 她是书生 却不是柔弱书生 书院放得几日回家 也是抢着干农活 一整日都不怎么出汗的 想及此 我脸上的神情更为严肃了 空除你 我要帕子擦汗 大概宋记彤也了解我不慎正常的脑回路 率先黑着脸 粗着声开口 说了这话后 她别扭地别过头 欲盖弥彰地强调了一句 身上黏乎乎的 不舒服 先前的就帕子给了刘成 自然是不能讨要回来给宋记彤的 我看着刘成有些尴尬的脸色 默默叹了口气 宋记彤这人韦时是小气了一些 这性子便是长大了都未曾变过 我看了一眼面前身姿挺拔的俊义少年 心想着 估计这些年宋记彤也只稍微收敛了一些爱哭的性子 快些 见我迟迟没动作 宋记彤忍不住有些催促 我 我先去王大爷那边了 大概是觉着有些尴尬 刘成打了个招呼 先朝着村口的牛车走去 宋记彤脸色稍记 可下一秒见着我给他的崭新帕子时 他又黑了脸 你给了他用过的就帕子 却给我这 这 宋记彤这了半天 也没继续说下去 爱要不要 我翻了个白眼 做事就要从宋记彤手里拿回帕子 却没想这小资赚的死紧 他语气有些委屈 我又没说不要 姜苗儿 你怎滴这般凶 果真是寻好了下一个夫家的缘故吗 宋记彤抬头看了一眼站在牛车旁的流程 语气颇为咬牙切齿 不过他说这话时声音极小 我一个没听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宋记彤很快收敛了脸色 跟着我朝牛车走去 阿娘说你近日要去县城找铺子 我同你一块去 你先前不是还说书院有事 得早些回去 我狐疑地看了一眼宋记彤 哪来空闲时间陪我去看铺子的 我突然想起那事也不急 夫子说让我回来好好歇息一两日 宋记彤面色不改 他顿了顿 又有些别扭地开口 刘大哥虽然好 却并非你良人 我微微拧眉 有些不解 只为等我问出什么话 宋记彤又一本正经地补充了一句 你是我阿子 我自当要替你好好看看的 阿子 看看 我瞥了一眼宋记彤那红到快要滴血的耳垂 择了一声 假意没有看到他这般异样 脱了宋记彤的符 县城上的铺子我是一个没相中 他总是能在我满意之时挑出一两处让介绍人都脸黑的点 甚至这人还勾得我越发想去省城见识见识 因着这般 我只能匆匆结束回去 你何时回书院 我看了一眼神情越发得意的宋记彤 没忍住问道 他脸上笑意一僵 墨地睁圆了眼睛 你再赶我回书院 快秋围了 你得早些回书院好好准备 娘就盼着你出人头地 她这些年也挺不容易的 我原是好心劝了一句 可我却忘了宋记彤这人本就性子别扭 如今又正是少年心性高的时候 听我这话 委屈又不乐意 你又是这般教训我 她抿着唇 秃地收了话头 快步朝前走去 明显是生着闷气的模样 我习惯性地想要去安抚 结果眼角却撇到了一家卖糕点的铺子 大概是幼时体弱 一直喝着苦药的缘故 宋记彤这人自小便喜欢吃甜食 用甜食豪哄得很 而另一边的宋记彤走了一会 发现我没跟上哄她 又气得停了脚步 微微上挑的眼尾更是泛着红 心里生起一股无明火 还犯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酸涩和委屈 咦?这不是宋秀才吗? 有人路过认出了宋记彤 当即就笑迎着上前搭话 宋记彤瞬间脸了神色 微微汗手 便是有几分异样都被遮掩了过去 于是等我买好了糕点去找宋记彤时 他正好与那人交谈完毕 但眼神半点却都不分给我 我深安他脾性 见着这副故意不理人的模样 便先软了语气 这家糕点我尝了 味道不错 空厨你尝尝 见我主动给了台阶 宋记彤倒是很快硬了下来 他尝了一口 微微点头 的确不错 话是矜持的 可手上的动作却半点没慢下来 我忍着笑 又买了些东西后便回了村 回去后 宋大娘看到宋记彤的时候 还微微有些讶异 没好气地骂了一两句后 倒也没继续说什么 只是宋记彤第二日便匆匆赶回了书院 临走前他欲言又止地看了我好几眼 到最后也没说什么 我没放在心上 等他走后便收拾了下东西去田里看看 倒是没想到 刚走了一半就听了个大八卦 这村东的小秀才看着老老实实 却没想到居然跟孙寡妇好上了 苗儿你都不知道 里长带人去的时候 那俩还在坐那档子时 这古代生活尾时枯燥了一些 一点八卦就能引得我兴致勃勃地听着 不过那小秀才还挺倒霉的 走到草垛旁还被人打了一顿 这不就赶着去孙寡妇那讨个安慰去了 我深以为然地点了下头 只是点头到一半 我却猛地察觉到了一样 我记得那小秀才是住在宋柔儿家隔壁 是啊 我眨了下眼 想起昨日宋季童那番异样模样 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 然而 等我回了宋家 又有一个大消息在等着我 让我去省城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脸上一片茫然 用宋大娘的话来说 一则有我陪着宋季童 她放心一些 二则是让我俩多培养培养感情 省城离家远 加上秋为将近 宋季童整个月末都不会回家 这件事娘也想了很久 宋大娘叹了口气 语气里满是心疼 空楚这次回来 我瞧着她瘦了许多 饭桌上 她也竟是挑着一些肉吃 想来定是书院吃得清淡 让空楚受了委屈 我一时哑然 不知怎么回答 宋季童的确是瘦了一些 但人的精神状态却是不错的 而松汉书院给学子辈的伙食更是出了名的好 她许久未回 我想着要补补 因而饭桌上的菜也大多是肉菜 娘原本想自己去的 可空楚这孩子你也了解 这些粘养的嘴雕 只爱吃你做的东西 我瞬间了然 这不就是高考陪读吗? 我张了张嘴刚想说话 可耳边却突然想起昨日宋季童陪我去挑铺子时随口一说的话 我有个交好的铜窗家中有一铺子 地段好 租金也只比这儿多了三两银子 她想要同那钱客压个价 但我却是听了进去 省城和县城自当是不同的 若是能去省城是最好 赚钱也来得更快一些 更何况我知晓 宋季童未来定是新科状元 她日后上京都 我和宋大娘自然也是要陪着去的 到时又是一笔大的开销 原本犹豫的话到了嘴边声声拐了个弯 我点了下头 我晓得了 我这就收拾收拾去省城 空厨是有大出息的 万不能因着读书就垮了身子 是 是 宋大娘立马抹干了眼泪 眉开眼笑 娘来帮你收拾 家里还有些银子 你都拿了去 若是可以的话 就在省城寻一处好一点的铺子 家里 你也莫要担忧 都有娘在 听着宋大娘叙叙叨叨 但又隐藏不住喜悦的声音 我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出来 我在家收拾了几日 又把事事安排好 正想着如何去省城 门外就有人来了 说是宋季童租了马车 马车 我有些狐疑地看向宋大娘 宋大娘咳嗽一声 找着借口 先前我便同空楚说好了的 我去省城 只是后来我想想 还是苗儿你去妥当一些 那为何空楚在家时不同我说 我心有疑惑 可还未等我问出口 宋大娘就乐滋滋地推着我上了马车 不像宋别 倒像是宋礼 来了古代后第一次坐马车 新鲜劲过去了之后 我只觉得浑身酸痛 好在入城后就见到了宋季童 夫子帮我寻了这处宅子 租金我也付了 你进去后就安心住着 书院放了我便回来 宋季童自然地帮我提着行礼 指她目视前方 眼神半分都不落在我身上 我呕了一声 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一件事 你哪来的钱 宋季童回家时便把抄书的银钱都给了宋大娘 如今家里情况好了 用不着宋季童辛苦 可她执意空闲时间帮着抄书赚些钱 我 宋季童一时语色 她轻咳嗽了一声 嘴硬 我有银钱的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 没说什么 只是从马车上抬着东西下来进宅子 路过宋季童时 我轻飘飘地落下一句话 空楚 一颗之泥每次对着我心虚撒谎时 耳根子红得像是染了胭脂 宋季童下意识地想去捂耳朵 却又被她生生控制住了 手僵硬在半空中 看上去的确有些许尴尬 宋季童寻得这处宅子的确不错 只是收拾起来稍稍有些麻烦 我给了宋季童一张纸 让她按着上面的去买些东西 她看着我歪歪扭扭地狗扒字 神情颇为一言难尽 姜苗 宋季童斟酌着词句开口 日后等我空了 我教你写字如何 我此时正拿着扫帚在扫院子 文言动作停了下来 插着腰 能看得懂就行 有学写字这功夫 我倒不如多研究几种吃食做法 赚更多的银子 天知道这边的文字有多难写 我磕磕绊绊学了好几年 才识的字 只是要让我写好 那还是算了 不知为何 我秃地想起宋季童的择偶标准 每股微台 你莫不是要将我向你未来娘子那方向培养吧 那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 我原以为说了这话 宋季童定是会耿着脖子和我争辩一二 却没想 他愣了一愣 嗷了一句 小模样看上去还有些委屈 我还在疑惑这却脾气孩子怎地 今日这么乖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笑语声 空楚兄 有人叫了宋季童一声 看着他们的穿着打扮 语气里又和宋季童那般熟人 我瞬间了然 是宋季童的同窗 而在这群人当中 一位穿着粉色如裙的姑娘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她并未穿着学子服 一言一行颇有若柳浮风之感 是个连我见了都会连上几分的娇美人 美人什么都好 只身形有些过高了些 瞧着快和宋季童一般高了 我感慨了一句 但眼神却黏在了那姑娘的身上 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那姑娘微微一愣 朝着我抿嘴一笑 更好看了 宋季童起先也一愣 你们怎地来了 先前就瞧着你心不在焉 夫子走后 你又匆匆出了书院 我等还以为是空楚兄家中出了什么大事 却没想到是金屋藏娇来了 说这话的人生着一张娃娃脸 凑到宋季童身边就是一阵几眉弄眼 莫要胡闹 宋季童下意识紧张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面无异色后 这才转过头 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那人的头 她是我 正要介绍时 宋季童顿了顿 她有些不自在地看了我一眼 瞧着有些为难 我是空楚的阿子 于是我很善解人意地接上了这句 却没想宋季童脸色更黑沉了几分 她刚想张嘴说什么 身边那娃娃脸少年就抢先一步 笑嘻嘻地和我打了声招呼 宋姐姐好 我叫孟周 我没纠正她的称呼 笑咪咪地应了下来 有着她一开口 旁的也都纷纷上前叫我一声 宋姐姐 我一概应了下来 瞧着这些身姿挺拔的俊逸少年郎 突然就懂了为什么要养个弟弟了 进水楼台先得月呀 一番介绍后 我得知了那位粉衣姑娘 便是先前宋季童送了自己贴身玉佩的山掌千金 苏若婷 要是宋季童与苏若婷站在一块 不谈身高 却是极般配的 我感叹着点了点头 却没想宋季童见我频频看向苏若婷 脸色黑沉得像是要滴出墨汁来 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扫帚 扔给了离得最近的孟周 正好你们来了 就帮着打扫一番 哎 哎 空楚兄 我们这来了 还没喝口水呢 孟周握着扫帚连忙喊道 然而此时宋季童已经拉着我朝外走去 等我们回来 再喝也不迟 我扭头歉意地朝着他们笑了笑 眼角却撇到了安静站在一旁的苏若婷 她的眼神若有所思地落在了宋季童握着我手腕的手上 嘴角的笑意带着几分莫名 还没等我细咎 整个人都被宋季童带着走了出去 空楚 她步伐太大 扣着我手腕的力气也大 气得我直接停了下来 手臂往后一拽 我这人没什么本事 只力气要大一些 宋季童一个没防备 整个人踉呛着往后倒退了几步 我连忙扶着宋季童的腰 她耳间刷得烫红 看了一眼我的手 眼神中带着几分羞愤 但更多的却是无可奈何 你拉着我出来做什么 我方才不是不愿介绍你的两个人异口同声 我听着宋季童的话 一正 什么不愿 童养习的身份本就不好 宋季童叠过脸 依旧嘴硬着 你莫要误会 左 左右 我也不会娶你的 我注意到宋季童一边说着 一边偷瞄了我几眼 我了然地点了点头 苏姑娘在 不说出来也好的 免得让她心生芥蒂 那同她又有何干系 宋季童有些恼怒 我胸口莫名有些闷闷的 索性不理她 干脆往前走 不谈这事了 反正都出来了 就多买些东西回去 你这些好友来了 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去 瞧着我这般 宋季童脸上罕见得多了几分懊恼神色 我 我只是不想让旁人看清了你去 童养习又不是什么好身份 她张了张嘴 最后小声嘟囔了一句 脚步微微一顿 这句话 我是听到了的 我原本想着主人出来 留客人打扫这件事很是不妥 可宋季童却说那些人是乐意打扫的 我拗不过她 于是就多买了些菜回去 一路上 宋季童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她像是在跟我生气 但更像是在和自己别扭 回去时 那些人果真是在认认真真地清扫着院子 见到宋季童回来 个个对她怒目而逝 宋季童面不改色地进了礼屋 拿出了茶壶 微微挑眉 不是要喝水 宋季童 你太过分了 便是连先前看着最为稳重的刘承明都忍不住扔了手上的扫帚 三四个人朝着宋季童扑了过去 颇向小学姬护着 我笑着说了一声让他们尝尝我的手艺 便提着东西进了先前收拾好的厨房 没过多久 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 我以为是玩闹结束的宋季童进来 头也没回 那边的菜你先拿去洗洗 脚步声微微一顿 而后倒是真听了话去洗了菜 空厨你 苏姑娘 我转过身 在看到来人时语气有些惊诧 但很快反应过来 语气怯然 抱歉 我先前以为是空厨 无碍 左右我也是空着的 苏若婷一边说着一边继续着手上的动作 分明应是娇生惯养的小姐 但洗菜 宅菜的动作却无比娴熟 大概是我目光里的惊讶过于明显 她顿了顿 抬头朝着我笑了下 我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吃食 我了然地点了点头 厨房内的气氛又尴尬了下来 我刚想说什么 缓和一下气氛 却没想苏若婷倒是开了口 直接语出惊人 宋姑娘应当不是空厨的阿子吧 明明是疑问句 她却用着肯定的口吻 握着菜刀的手一顿 我抬眸看了一眼苏若婷 苏姑娘为何会这般觉得 大概是直觉 苏若婷把洗好的菜递给了我 空厨这人向来恪守礼仪 她那般性子的人 便是连亲阿子都不会做出拉拉扯扯这等不合礼数的事情来 说着 苏若婷脸上的笑意多了几分玩味 则 我倒是第一次见宋学鸠这般对待一个姑娘家 这般语气与她柔弱的外表不甚相符 我一时间竟有些没反应过来 苏若婷看了一眼 又笑着爆出了一个秘密 空厨贴身带着一个藏青色的布囊 应该也是姑娘的东西吧 藏青色的布囊 我仔细回忆了一番 轻咳嗽一声 语气为婉 苏姑娘 你说有没有一个可能 嗯 那其实是一个香囊 我承认我的秀工的确不行 但布囊和香囊应该差得挺多的吧 这下轮到苏若婷一正 克制不住的轻笑声自唇边一出 我看着眼前这位大家闺秀笑得弯了腰 隐约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嘲讽 失礼了 我只是 苏若婷笑着失去眼角的泪 但看向我的视线却灼热了几分 我只是第一次见找有姑娘家的秀工 比我还差劲的 每个人擅长的东西都不一样而已 我听出苏若婷语气里并没有什么恶意 所以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的确 苏若婷走到我身边 还未等我说什么 就很自然地帮我打着下手 就比如我们都不擅长绣工 却偏偏喜欢做些吃食 苏姑娘 我只是觉得我们会成为好友 她耸了耸肩 撸起了袖子 好方便动手 我弯了弯唇 似是打趣 也是苏姑娘的直觉吗 或许还有些私心 她歪着头想了一下 眼底闪过一丝狡黠的笑意 你应当知道空楚的玉佩在我这边吧 我点了下头 那是我抢来的 苏若婷直白地说了出来 我需要用她的玉佩去刺激一下某些人 在说到某些人这三个字的时候 我听出了这位大小姐语气里的咬牙切齿 她大概真当我是好友了 有些话更是大大咧咧地说着 我先前还担心宋继彤这老学鳩会误会什么 要是真因此喜欢上我 那就不好了 毕竟如我这般的女子 世间都是少见的 这句话 我颇为赞同地点着头 不过见到了你 我就觉着 先前那般担忧是多余的苏若婷朝着我眨了下眼 意思不言而喻 握着菜刀地手紧了下 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的确是多余的 空处一心只有圣贤疏 等考取了功名再考虑这些也不迟 你该不会还没有看出 苏若婷却是误会了 语气都有些焦急了起来 我头也没抬 抬手到了一些醋 不紧不慢地打断了她 就如苏姑娘先前所说 有些必要的刺激 或许还是需要的 苏若婷一正 哑然失笑 宋继彤的这些同窗好友都是有趣的 尤其是在饭菜上桌时 一口一个宋姐接叫得很是乖巧 在宋继彤第25次被抢时候 她彻底脸黑了 可这些人像是要报复先前宋继彤的所作所为 直接忽视了她的黑脸 抢得不亦乐乎 我笑眯眯地看着 倒是让我发现了苏若婷口中的某些人是谁 谁能想到是娃娃脸的孟周呢 她对着旁人都是一副笑颜 唯独看到孟周时脸上的笑意却收敛了许多 这倒是引得孟周有些坐不住了 可见 是个好法子 等到酒足饭饱后 一群人近乎是被宋继彤赶着离开的 而苏若婷里都没理会宋继彤 亲亲热热地挽着我的手臂 苗儿 后日我带着你去看看铺子 先前她听我有意想在省城寻一处铺子开十四 倒是感兴趣了起来 好 我点了点头 还没等宋继彤说什么 苏若婷就松开了我的手 跟着人一块离开 你离她远些 等到这些人都走了 宋继彤拧着眉 语气带着一丝严肃 为何 我收拾着东西 头也不抬 我觉着若婷性子好 我俩也很投缘 她不是什么好人 宋继彤脱口而出 她不是什么好人 我念着她说的这几个字 直起身子对上宋继彤的眼睛 笑吟吟的 我以为空楚你会说我和苏姑娘不是一路人 谈不到一块去 毕竟苏姑娘知书达理 温柔小意 而我举止粗鲁 眼里只有钱财 我刻意地说着很久之前宋继彤形容我的词 笑眯眯地看着她窘迫的模样 我的确小心眼了一些 若是宋继彤真的无异于我 那我便当她是弟弟看 可若是她有了半点的异样 那我便带着先前受的那些委屈 先一起讨要了回来 我不是 宋继彤果然有了瞬间的慌张 她抿了抿唇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又更像是下定决心一般 其实你也不是那么 空楚 我慢悠悠地打断了宋继彤的话 指了指院子里的井 晚上我想洗澡 你等会帮我打些水来 我假装没有看到宋继彤眼底的光瞬间暗淡 依旧是一副平和的模样 态度没有半点变化 她愣了愣 最后半是委屈半是屈服地呕了一句 晚些时候我给你做宵夜 你可有什么想吃的 我叙道着开口 没有回头看宋继彤一眼 全然一副尽心尽责的模样 秋为将尽 你心思须都得在功课上 娘让我过来也是好好照顾你 让你能更专心学业 旁的一些事你也莫要管了 都有我在 宋继彤下意识地跟在我身边 点着头 好半晌后 她憋红了脸 苗儿 你要去找铺子吗 那我陪着你去看看 先生交代的课页我提前完成了 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地 宋继彤的声音在我似笑非笑的目光中逐渐小了下去 她的呼吸慌乱了一瞬 有些仓促地别过脸 躲开了我的视线 空楚 我笑了笑 慢条思理 你近来有些不对劲 有 有吗 宋继彤的嗓音都紧张了起来 我忍着笑意 故作认真地点了点头 许是读书读傻了 我没有 宋继彤噎了噎 有些恼羞成怒地瞪了我一眼 似乎是为了挽回一些面子 她不服输地拿出了先前那张字条 便是读傻了 那也比要好些 你如今已经堕落到要同我比了吗 我摇了摇头 不是堕落 宋继彤听了我这话 拧着眉 认真纠正着我 你很好 我除了只会念书外 旁的都不及你 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宋继彤这般夸我 面色有些诧异 忍不住弯了弯唇 调笑一般 原来我们空厨也是会夸人的呀 宋继彤轻咳嗽一声 目光又落在字条上 苗儿 改日我教你写字吧 她牛头不对马嘴地回了一句 这是宋继彤今日第二次问我 便是先前我那般说了 她还不肯死心 我挑了挑眉 话到嘴边还是变了 那便改日再说 好 宋继彤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这人生的好看 一双眼睛更是漂亮极了 她弯着眸子 眼底像是盛满了细碎的星光 眉感不断蔓延开 我不自觉地伸出手 指尖轻点了点宋继彤微微上扬的眼尾 一点烫意顺着接触的地方 愈演愈烈 苗儿 我 宋继彤愣愣地看着我 喉结不自觉地滚动 指尖从眼尾处点到了宋继彤拧着的眉心 我笑了笑 我们空楚是有大出息的人 阿子还等着空楚考取功名后 替我寻个好人家 指着一句话 宋继彤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自那夜我说了那句话之后 宋继彤就同我支着气 书院回来帮着收拾了一番后 就进了屋子温习功课 我忙着铺子的事情 一时间倒也没顾上他 苏若廷倒真是找到一处好铺子 用他的话来说 那处铺子他冰着好久了 原本是给自己准备的 谁能想到松汉书院山掌千金 最大的梦想是开一家十四呢 我这铺子也不是白让给你的 苏若廷盯着我的眼睛 语气带着少见的严肃 我有人脉 而你有本事 苏姑娘这是要和我合作 彼时我正在揉着面团 文言微微挑眉 我以为你从一开始也有这打算 苏若廷耸了耸肩 挑了一块我刚做好的绿豆糕尝了一下 眼睛一亮 这个你多做些 我等会买点回去给我爹娘尝尝 我应了一声好 却道 苏姑娘高看我了 我原本只打算开个小小十四 赚到宫空处去京都的钱便足够了 是吗?苏若廷歪了下头 笑嘻嘻 可是我的好苗儿 你的眼睛却告诉我你不是这么想的 我停下了揉面团的动作 朝着她微微一笑 于是和苏若廷合作开十四的事情便这么定了下来 刚开始的几天我忙着整顿铺子 一时间也顾不上家里 好在宋继彤也就晚上回来 倒也让我轻松了许多 只是据苏若廷所说 便是那几日宋继彤瞧着她的眼神都带着明显的杀意 等到第四日的时候 她有些按捺不住了 我原以为宋继彤又会和先前那次劝我离苏若廷远些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 宋继彤却是在认真同我讲着十字的发展 你且等等 我抬手打断了宋继彤的话 你怎地对我这铺子如此关心了 自家铺子 总归是要上心的 宋继彤微微拧眉 似乎是对我这话感到了一丝不赞成 阿娘也说了 让我多帮着你些 总不能我什么都不做 让你都去麻烦一个外人 宋继彤说着理直气壮 甚至还刻意咬中了自家和外人这两个词 我忍着笑意 故意道 若廷怎么能算外人呢 你不是前不久才把自己的贴身玉佩给了他吗 谁给了他 宋继彤瞬间站了起来 一张纸轻飘飘地从他身上落了下来 可宋继彤很明显还没有察觉到 很认真地和我解释着 那日是他抢走了我的玉佩 我向他讨要 他却不肯还我 后来我听说你要在县城找铺子 正凑上书院放了便赶紧回家去 想着帮你 宋继彤一个着急 说漏了嘴 等反应过来后又很快顿住 一张俊脸仗地通红 所以 你是赶回来陪我找铺子的 我故作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然后动作迅速地捡起了落在宋继彤身边的那张纸 我才不是陪你找 江苗儿 宋继彤话说到一半 却看到我手上那张写得满满当当的纸 瞬间紧张了起来 他想来抢这张纸 可到底是脸皮薄 被我堵回去几次后 站在那又气又羞 你还给我 不给 我头也不抬 一目十行地看了下去 纸原先几分开玩笑的心思淡了下去 逐渐被另外一种情绪所取代 我扬了扬手中的纸 语气有些诧异 你这几日忙着 就是为了学这些 这张纸上 满满当当写着的 都是十四之后的发展规划 细致到十四内的帮手分配 我就 我就闲来无事随便写写 宋记同轻咳嗽一声 别过脸 你要是觉着有用 拿去就是了 话是这么说 可这人分明紧张到嗓音都发着颤 我也不戳穿 目光落在这些俊秀的字上 笑了笑 对我来说很有用 谢谢空楚 宋记同明显松了一口气 可嘴上却依旧说不出什么软话来 有用就行 也无需再去麻烦外人了 他对这段时间以来 我和苏若婷接触这件事依旧耿耿于怀 可我有些好奇 我脱腮看着他 笑咪咪的 空楚何时对这些如此了解了 这些又不难学 到底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 宋记同冷哼一声 语气带着一丝骄傲 你若是想学 我教你便是 空楚 嗯 你耳根又红了 也不等宋记同有何反应 我笑咪咪的威胁 是你自己主动坦白 还是我学了娘来逼问一番 这是告诉阿娘做甚 一听到要告知给宋大娘 宋记同立马就有些耸了 他偷瞥了我一眼 小声嘀咕 铜窗里有个家里经营酒楼的 我便寻着问了一些 左右都是红窗间的交流 又有什么好告诉阿娘的 我一震 竟是没想到宋记同还为了我这事做到这地步 在学堂讨论和文章无关的事情 你就不怕被夫子知晓好好教育你一顿 我匆匆脸了复杂心绪 笑着打趣 是被夫子说了一顿 宋记同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起先还以为是我不想读书了 我被逗笑 惹得宋记同恼羞地瞪了我一眼 其实这些 大概是今天气氛很好 宋记同顿了顿 难得坦诚了一些 我都是可以帮你的 你无需一人担着他抿了敏唇 语气带上了几分小心翼翼 苗儿 等日后我们也在京城开一家十四 可好 宋记同很少谈到未来 更很少说到他的未来里有我的参与 你不做你的状怨狼了 我打趣 宋记同闻言 微微拧眉 带着少见的茫然 我为何不能同时做状怨狼和开十四 他问得实在坦荡 我忍不住咽了咽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宋记同 我常吐出一口气 抬眸 看向那双澄澈黑眸 收了嬉笑的神色 你心悦我吗 你心悦我吗 大抵是今夜月色正好 晚风吹散了几分属下的燥热 竟让我恍然多了几分期待 我虽然没谈过恋爱 但也不至于迟钝到什么都瞧不出来 我早上刚拿村东小秀才当挡箭牌 下午便出了那档子时 而宋记同又恰好是从村东方向赶来的 宋大娘向来疼我 但送我去省城时却只字未提住宿的事情 就像是她知道有人已经安排好了 宋记同身上的银子都给了宋大娘 若不是已经商量好了 她也拿不出银子提前付了租金 一件接着一件 皆是有迹可循的 宋记同也没想到我会如此直截了当 一时间愣在了原地 一抹红意悄无声息地漫上耳根 不断沿着网上 最后那人赤裸在外的皮肤都几乎是红个透顶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有人害羞的时候 是可以全身通红的 可即便是这样 宋记同依旧嘴上不饶人 哪有女子这般问男子的 我 我先前就同你说过了 我心悦之人 是 是 她试了半天 也没说出先前重复过无数次的借口 大概是夜风吹得宋记同头脑清醒了一瞬 她第一次面对我时口齿凌厉了起来 姜苗儿 该不会是你心悦我吧 我咽了咽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许是见我被说得哑口无言了 先前的羞涩意一扫而空 宋记同乐了起来 带着几分少年气的得意 我便知道 不过你莫要想了 我只当你是阿子 话是这么说 可这人眉目间的喜色却是怎么也遮掩不住 听着这话 我只能叹着气 懒得去拆穿它 我早知宋记同是个不开窍的 却没想到这人不开窍至此 费了我的心思不说 还图让人生着闷气 于是我缓和了一下心情 扬起一抹笑容 点了点头 我知晓了 前头这话不过是逗逗你 空除你莫要当真 我也只当你是我亲弟弟看 日后还盼着你给我寻个好夫家 逗逗逗我 宋记同脸上的笑意有了瞬间的凝制 他茫然地看着我 像是不信邪一般地重复了一遍 是啊 我脸色不变 弯了弯唇 空除莫不会是当真了吧 你怎滴不想想 如今秋为将近 我怎会用那些儿女情长的事情来分散你的心思 我 宋记同张了张嘴 我只是瞧着你这几日绷着紧张 便想着法子让你放松发泄一下 我一本正经地胡周着 甚至有模有样地点了点头 不过我倒是没想到空除你的反应会这般大 看来日后这玩笑话不能多说了 但凡是开了窍的都知我这借口找得有多别角 可惜 宋记同是快不开窍的石头 你 宋记同气急 又说不出什么重话来 反倒是惹得眼尾红了起来 那双黑眸 更像是浸了水润 等等 浸了水润 我亚裔 空除 你被我气哭了 罪孽呀罪孽 我竟然把未来的壮月郎给气哭了 我没有 宋记同梗着脖子 咬着牙回道 只声音听上去却有些不对劲 那便好 我笑咪咪地点了下头 不然都这么大的人了 爱哭的性子一点都没变 这要是说出去邻里邻居的都该要笑话了 江苗儿听着宋记同拔高了声音 我也知晓不能把人惹得太过 便照着以往的法子想要把人哄好 可这次宋记同却咬了牙要同我置气 江苗儿 你又骗我 哟 我何时骗过他了 瞧着我茫然不似作假的神色 宋记同看起来更气了 到最后 我也没从宋记同内问出上一次骗他是什么时候 又骗了他什么 这人像是同我杠上了一般 非要耗着等我自己想起来 期间 苏若婷也跑来找了我一次 询问我宋记同到底是怎么了 宋记同把孟周说哭了 苏若婷责了一声 语气颇为咬牙切齿 我猜他准是在你这受了憋屈没处罚 他一人受憋屈就算了 凭什么还把我的孟周说哭 听着语气 苏若婷对宋记同积怨已久 正巧此时十四没多少人 我索性就陪着苏若婷唠叨了几句 他打探了一番我俩的情况后 没忍住开口 你既已知晓了宋记同待你的心意 为何不说开 可他自己还不知晓 我语气有些无奈 苏若婷噎了噎 恨道 真是独成个死心眼的了 那你还要继续刺激他吗 我认真思索了一番 还是摇了摇头 不了 秋为将至 他得专心考试 先前是我气到了 捉弄一番消气了也就罢了 苏若婷忍不住撇了撇嘴 伸手戳着我脑门 他先前说了那么多难听气人的话 你如此就消气了 那能怎么办呢?我开着玩笑 故作愁眉苦脸 毕竟我只是宋家的童养席 日后还得靠着空楚 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我瞧着你可一点都没同 空楚 苏若婷笑着开口 可话说到一半 他愣证着看着门口的方向 语气惊诧 空楚 我寻着他的视线瞧去 却发现宋季童站在十四门口 面色沉寂看不出一点情绪 也不知他站了多久 方才的话又听进去了多少 我一慌 朝他走去 你怎地过来了 今日放得早 我过来帮忙 宋季童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甚至在看到苏若婷时 明显带上了一分嫌弃 你怎地又来了 我当然是来找苗儿玩的 苏若婷没形象地翻了个白眼 因着宋季童来了 他匆匆和我说了几句就先离开了 我惦记着方才的话 倒也没有挽留 宋季童说来帮忙的倒也真是来帮忙的 中间我试探着问了几次 他都面无意思 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 虽说我自觉这话没什么问题 可若是截个一两句话听 保不齐会让人多想 之后一段时间 宋季童一有空就来十四帮忙 直到我发了火 这人才委屈巴巴地嗷了一声 看得我又好笑又好气 时间过得快 不久就到了秋尾 就如我掌握的剧情那般 宋季童中了戒缘 送大娘乐的执念祖宗保佑 宋季童倒是没表现得太过激动 也是 对平日考试都是第一的他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中了戒缘 你高兴吗 放榜那日 宋季童看着我 语气有些执拗 我第一次瞧不大清那双黑毛里隐藏的情绪 却还是笑着点了点头 我当然高兴啊 我们空处是有大出息的人 可不知怎地 听了这话的宋季童却是紧抿着唇 眉目间多了几分少有的阴霾 我隐约觉着有哪里不对 可宋季童之后的表现又与往常一般无二 我只得先按下疑惑 这一按 便直接等到了春围 苏若婷骂我是个没脑子的 之前不绑着宋季童 等她被京都的繁华迷了眼 哪里还会记得我这个童养席 我当时信誓旦旦地和苏若婷说 不会的 可先前的自信在瞧见宋季童和那位沈姑娘走在一块时 却悄然碎了些许 原剧情里作为男主的宋季童感情线虽然不多 可到底也是有家人做陪 而我这位童养席却是在书中聊聊几句 一笔带过 说到底 我还是介意着原本的剧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宋季童开始对我敛了心思 她平日里虽还和我吵吵闹闹 但我总觉得有什么发生了变化 我听说沈丞相家那位小姐又去找了宋季童 苏若婷语气中有些幸灾乐祸 前段时间她和孟周互通了心意 如今看着我和宋季童就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沈丞相申明大意 轻正怜悯 那位沈姑娘又直书达理 空楚同她多接触也是好的 我打着算盘 头也不抬 你就死压子嘴硬吧 苏若婷撇了撇嘴 我都不乐意说你瞧着那两人在一起时的酸模样了 很酸吗 我停了手中的火抬起头一脸认真的问 苏若婷肯定点头 很酸 左右空楚也瞧不出来 无碍 我重又低下头 语气是惯有得无所谓 只拨着珠子的指尖却有些压抑到泛着白 你还真当宋季同事前些年那不开窍的石头啊 苏若婷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听到了 却没吭声 我没和苏若婷说 我已经不是宋季同的童养习了 会是放榜那日晚上 宋季同跪在宋大娘面前 要了当年我的卖身器 去了官府 削了我童养习的身份 宋大娘觉着她还是当年那般执拗 不肯娶我 气得打了宋季同一顿 可这人就是硬憋着一口气 只说不要我当她的童养习 空厨 你当真不愿娶我 时隔快半年 我重又问了一次 但心境却全然不同 宋季同看着我 眼尾一片红意 她说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没懂宋季同的意思 可这人也不愿意多解释 后来宋大娘也没办法 恨恨地说等日后帮我找个更好的婆家 宋季同依旧一声不吭 最后我心软了 安慰着宋大娘说当子弟也是好的 左右也是娘的女儿 之后也能好好孝顺 宋季同却瞪了我一眼 起先说不难过是假的 可后来冷静下来 我想着宋季同的一样 倒是想起了一个细节 外人常称赞宋季同君子端方 可我却知晓这人骨子里就是个小妻的 他喜爱之物 旁的人是分享不得半点的 虽说把自己比喻成物品不大好 可这段时间 宋季同不经意间表现出的占有欲却是只增不少 倒也不是我自恋 时刻中有几个旁敲侧击问我 有无婚配的男子 后来我在十四再也没见到 就是路上偶然见着了 那些人瞧见我也是匆匆离开 不敢说上一句话 可我却捉摸不透宋季同的心思 总觉得事情少了紧扣的一环 导致我云里雾里的 不过既然猜不透 那我便顺着他的心意来 苏若婷还在我耳边叙叙叨叨说那沈小姐的事 一边说着一边悄然打量着我的神色 见我面露玉色后 他又收了话题 说起了殿氏的事情 苗儿 你老实同我讲 你当真对空楚那么有自信 觉得他一定高中状元 那是自然 我眼角贴到一节眼熟的藏青色 浅笑 他定会六元吉地 平不清云 视线里 那抹藏青猛地僵硬住 三月初一 太和殿考测问 宋继彤日幕时分出来 脸上依旧是一副平和稳重的模样 电视乐卷后三日放榜 皇帝设穷林宴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 意料之中 宋继彤是星科状元 宋继彤还未回来 便由礼部敲锣打鼓 上门贺喜 宋大娘喜极而泣 说不出话来 只好由我出面接待了这些人 等街坊邻居恭贺的人走了后 我也忍不住有些感慨 瞧着当年的糯米团子如今成长为俊俏状元郎 怎么说 心里都是一股满足感 都是有苗而在 宋大娘紧紧握着我的手 说着说着 又恨恨地骂着宋继彤没良心 放着这么好的媳妇不要 我抬头看着站在门口的宋继彤 忍不住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她脸色倒是没有半分的变化 毕竟是亲儿子 又是这般大喜日子 宋大娘说了几句后又是喜笑颜开 说要张罗着好好庆祝一番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同我说的 等到宋大娘走开后 宋继彤叫住了我 一双眸子黑沉沉的 这般模样让我想起了秋为放榜那日宋继彤找我时的场景 不知怎地 我心下一慌 可面上却不表露半分 那自当是要好好庆祝一番的 空厨你可有想吃的 阿子都给你做 阿子 宋继彤滴滴地重复了这两个字 咬着牙 姜苗儿 你当真是好样的 你这话说的 见宋继彤恢复了原样 我放下心来 又嘴上不饶人 先前不是你一直吵嚷着只拿我当阿子的吗? 宋继彤又被我说得咽住 最后只能恨恨地留下一句你且等着 我笑咪咪地应了一声好 倒是真想知道宋继彤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可我等着等着 没等到宋继彤将话说开 反倒是等到京都流言四起 说丞相有意将女儿许配给新科状元郎 这下 我有些等不了了 当年 宋家是用来五两银子买回的我 后来宋继彤直接要了卖身器销了 也未曾要我的银子 我想了想 算好了赎身加恩情的银子 夜半时刻带着包裹准备偷偷离开宋继彤的官舍 可还没走到大门 四面火光大亮 人就被宋继彤堵在了墙角 他咬牙切齿 姜苗儿 你敢逃跑试试 还没等我回答 这位枝兰玉树的状元郎便先红了眼 如幼时一般委屈 阿子 你别不要我 前后反差之大 让我甚至都怀疑这宋继彤读书读地得了失心疯 我提了提包裹 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之后是要取那位丞相千金的 我若是继续留在这 恐怕会让那位姑娘心生芥蒂 你总是听旁人的流言蜚语 何时听听我的话 我何时总听旁人的流言蜚语了 我努力争辩道 不是你总是藏着掖着什么都不肯说吗 这句话像是触碰到了什么开关 宋继彤猛地顿住 脸上的怒意很快被另外一种复杂的情绪所取代 我瞧着宋继彤有些委屈巴巴 到底还是心软了 空楚 我叹了口气 做出让步 你要是不愿意 将苗儿 宋继彤打断了我 极力维持冷静的嗓音却在发着颤 你总是在骗我 这不是宋继彤第一次说我骗他 我愕然地抬起头 却看到宋继彤解下那个藏青色的香囊 从里取出一张字条 果然 连宋继彤都把这香囊当成了不囊用 看着宋继彤的动作 我竟分神地想着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正好是冬天 第三日 宋家就来要买我回去做铜养席 我第一次见到宋继彤时 粉雕玉琢的小娃娃躲在宋大娘的背后 含糊不清地叫着啊子啊子 朝着我笑得很开心 我这才反应过来 我应当是穿梳了 宋家一家带我都是极好的 可原文里 宋家之后几年却过得很是不好 于是我趁着自己还有些记忆 便用几粒堂哄着村东小秀才借了我笔和纸 偷偷记下了一些重要事情 想着若是灾祸能避免就尽量避免 纸和笔都是稀罕物 我骗了那小秀才许久才得了两张 于是记录的时候都一场小心翼翼 宋家买我用了五两银子这件事我也是记上了的 可后来这张纸却是丢了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 看着宋记彤手里捏着的那张写满了熟悉字迹的纸 久远的记忆又被我重新翻了出来 我面色复杂 空楚 偷到非君子所为 那撒谎呢 宋记彤强装镇定 可紧捏着那张纸的手却暴露了他心底的情绪 你说你愿意当宋家的童养席 可你却记着每一笔钱 你在字条上说 等还清了宋家的恩情 便要离开 我掖了掖 一时间不知该怎么解释 起先我顾着剧情 知晓宋记彤是有官配的 再加上一开始同养席这身份的确让我有些接受不来 所以便在纸条上写了一些话 但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记得当初写了什么 可我现在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总不能说我知道宋记彤日后会娶别人 我这是再给自己提早找出路吧 见我沉默了下来 宋记彤眼眶更是红得彻底 我晓得童养席身份不好 便想和阿娘说早日消了这身份 你说会陪着我 可你却早早攒着钱 从一开始就做好了离开的打算 宋记彤顿了顿 每一个字都变得异常尖色了起来 这话听得我心里也酸涩了起来 可更多的却是委屈 难道不是你一直不愿承认我的身份 你分明也说了不喜欢我 日后也不会娶我的 我小声嘀咕 却被宋记彤听了进去 若不是你先想着离开 我又怎会如此如此说 我瞧着宋记彤那模样 比我委屈更多了 所以你就同我支了这么长的气 我顿时又好笑又好气 这人的心眼真是比针尖还要小 还有呢 我瞥了一眼仍被宋记彤紧握在手的字条 耐心地问着 你还知晓了什么 那上面记录着我最大的秘密 宋记彤既然都能看懂我后面写着想离开的字 那定当也是看懂了上面的内容 以它的聪慧程度 能猜到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内容 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但我更好奇宋记彤能够匪夷所思到何种程度 阿娘说 他买你回来前你曾发过高烧 那一次人差点没了 宋记彤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斟酌着语句 你写这些的时候 有些事都没有发生过 但你却提前知晓了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许是那次事情让你得了什么运道 他顿了顿 舔了下发色的唇 你总说我有大出息 说我日后必定六元吉地 金榜提名 阿娘都未曾这般信过我 可你每次说的时候 都让我觉得你在说着一些一定的未来 宋记彤的一双黑眸紧紧地盯着我 像是在害怕下一秒我会原地消失一般 我原是想着若是身份能禁锢着你 那我 那我便禁锢着了 日后我定带你很好来补偿你 夫子常说 我有君子之姿 可我唯独在这件事上犯了魂 他闭上眼睛 同那张纸条一起给我的 还有一道赐婚圣旨 圣旨上 写着我和宋记彤的名字 我愣愣地变着上面的字 好半赏都没回过神来 我是没想到 我居然还榨出一道圣旨来了 沈丞相对我极为赏识 我便求着讨来了这份恩典 宋记彤这句话轻描淡写 可我却难以想象它到底付出了什么 皇帝赐婚历来大事 宋记彤如今不过只是个状元郎 能够求来这般恩典 其中定是由沈丞相的相助 可宋记彤到底做了什么 才会让丞相都答应 你总是这般模样 好似发生了什么事都能及时脱身离开 宋记彤握着我的手腕 指尖冰凉地害人 他的声音逐渐哽咽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一瞬间 我觉着手上的那道圣旨竟是有万斤重 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 宋记彤能想到的最后办法 便是讨来这道赐婚圣旨 彻底断了我离开的后路 你真是 我原本是想同往常那般开口嘲讽宋记彤一两句 可刚说了三个字 我的视线便模糊了起来 两个傻子对着哭的场景肯定很好笑 我在心里狠狠地嘲笑了自己一番 可仍止不住泪想哭 我原以为是自己在包容着宋记彤的任性 但事实上 却是宋记彤在包容着我的私心 我的确想过离开 不止一次 我对宋家很好 对宋记彤很好 也是为了我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见着我哭了起来 宋记彤慌了 他以为我是在埋怨他讨了圣旨 断了我离开的后路 一时间更是难受得快喘不过起来 可他仍在努力安慰着我 你若是不愿意 若是不愿意 宋记彤一直低声重复着若是不愿意 却迟迟说不出后面的话来 他的嗓音发着颤 我从未见过宋记彤如此委屈的模样 像是屋檐下被鱼打湿的小狗 呜咽着讨要着一点起怜 都这般了 这人还想着加重我留下的砝码 宋记彤 我拿着他的袖子狠狠地擦了眼泪 抬手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恶狠狠道 我若是真的要离开 一定先想着法子把你塞进我的包裹里 一同带走 宋记彤像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般话来 猛地睁圆了毛子 纤长的睫毛上还沾着泪珠 我被他逗笑 没忍住又伸手揉拎着他的脸 我若是不逼一下 你准备何时同我说这些事 我若不松口 你又怎会晓得我打算半夜离开 宋记彤听得一正一正的 电光火时之间 他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 气得咬牙切齿 我就说那苏若婷不是个好的 他若不是个好的 你又怎会一次又一次地拜托了他来试探我的态度 我调侃道 宋记彤噎了噎 我 我倒是没想到 我握紧了手中的圣旨 眼底一片亮晶晶 我们空楚竟会说这般动听的话来讨人开心 空楚 你再多说几句好不好 后知后觉地宋记同敏了敏唇 浑身烧得和煮熟的鸭子一般 半晌后 他像是妥协了 我不同你志气了 江苗儿 我心愿你 指这一句 便胜过千万 你打算如何同娘说这件事 男儿膝下有黄金 嗯 我献上黄金给阿娘 他定当不会拒绝的 空楚 你好没出息 宋记同亲咳嗽一声 转移了话题 礼部的人说 下个月初五是黄道吉日 他偏头看向我 眼底是一片溪碎星光 我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 弯唇 好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翻外 关于字条 宋记同捡到了一张字条 上面满满当当写着的都是他不认得的字 他记得这张字条 是江苗儿的东西 宋记同原本是想要还给江苗儿的 可看着上面的字 他又有些纠结了 彼时尚且年幼的宋记同鼓着一张包子脸 小脸上一片严肃之态 但实际上却在记着先前江苗儿甩了他去找村东宋善的仇 这纸张笔墨都是宋善的东西 不是好东西 宋记同瞪着手里的纸 气得脸都红了 于是他认真想了想 便动作粗鲁地把这纸条给藏了起来 起先宋记同心里有些担忧 怕江苗儿找不着那张纸会难过 甚至还想着若是江苗儿第三次去找的时候 他再拿出来便是 谁让这人不要他 还跑去找那个宋善 那宋善长得有他好看吗? 想到这 宋记同气得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了 他虽然还小 不过左右邻居包括阿爹阿娘都称赞他生得好看 宋记同撇了撇嘴 最后认真得出了一个乃江苗儿是个没眼光的结论 不过好在江苗儿对丢失的字条也并不是很在意 于是那字条便一直藏在了宋记同那边 后来家里有了纸笔 江苗儿不用去找宋善了 可上面写的字依旧是宋记同不认识的 江苗儿 我教你写字吧 还是糯米团子的宋记同 蹲在江苗儿旁边 脱腮认真的开口 指声音还带着一丝嫌弃 好丑 哪里丑了 江苗儿握着探笔 手上一团黑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坏心眼地捏了捏宋记同的脸蛋 留下印记后笑弯了眼 我写得可好看了 我都不认识 宋记同睁大了眼睛认识便时一番后 小声嘀咕 你定又在哄我 这些可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 江苗儿争辩 他歪了下头 突然眼睛一亮 空楚 我教你认字吧 让这小屁孩一直嘲笑他不识字 等他教这小屁孩认汉字的时候 他定要好好反击回去 江苗儿想得很好 他甚至都已经幻想到 之后宋记同不识字被他嘲讽时 那哭唧唧的模样了 好 宋记同歪头 思考了一会 硬了下来 江苗儿很是高兴 完全没注意到某个糯米团子眼底一闪而过的脚狭 空楚 听着宋记同说起小时候的事情 江苗儿面色复杂 你为何不能诚实一点 分明那时候是你起了兴趣 却要哄着我先开口 是吗 宋记同装着糊涂 可小表情却分明得意极了 难道不是你存着想看我出糗的心思 江苗儿唄了唄 果断转移了话题 那后来你为何整日想着教我写字 他本是随口一问 却没想宋记同志人一证 而后整个人都红了起来 这倒是让江苗儿起了兴趣 所以 你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教我写字 宋记同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别过头装作没听见的模样 阿娘呢 我有些事要同阿娘 宋记同 被江苗儿叫了一声名字的宋记同眨了下眼 最后 委委屈屈地坐下 老实交代 江苗儿敲着桌面 装作凶狠模样 然后他看着宋记同红着耳朵 去书房取来了纸笔 江苗儿 还未等他开口询问 宋记同便绕到了他身后 微微俯身 握着他的手 两人距离靠得极近 呼吸交缠间多了几分羞人的暧昧 握着江苗儿手得掌心灼热 扣得严密 丝毫不给那人一点逃脱的机会 就是这样 扮上后江苗儿听到宋记同嘀嘀开口 他垂眸看着宋记同的手 突然弯了弯唇 空出 嗯? 你的手在抖 哎! 闭嘴! 宋记同! 做什么? 我喜欢你! 一阵长久沉默 就在江苗觉得这人又因着羞涩不肯开口的时候 宋记同松开了握者的手 紧紧把他抱入怀中 他靠着江苗儿的肩耳尖烫得发红 闷闷的声音传来 我也心愿你很久了